很多失敗的疫苗 我們充滿了期待 最後就GG了 GG的原因有很多 第一個就是我們要先求不傷身 再求療效嘛 對不對 第二個就是 有些疫苗很恐怖喔 它打到人身上之後啊 看起來沒事 得到新冠病毒的時候 它死得更慘 之前SARS疫苗的某一個動物實驗 就曾經發生過 所以SARS曾經有過這種不好的經驗 新的這個SARS-CoV-2 就是二代的SARS的病毒 我們就不能再犯同樣的錯誤 所以這個安全性的評估 其實是要經過一段時間 你才可以看到的 這詞絕對不能隨隨便便來的 大家平安 我是黃聰尼醫師 歡迎來到 人人都能理解的 新冠病毒麻瓜課 今天是第六堂課 也是最後一堂囉 我相信前面五堂 大家已經對這個病毒 翻來覆去 已經了解的更多了 那最後這堂課呢 就聊一下 我們未來的發展 就是藥物跟疫苗 趕快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藥物跟疫苗的臨床試驗 其實就是一番兩瞪眼 有就是有 沒有就是沒有 但是為了滿足大家的好奇心 還有安慰一下自己 其實對未來有盼望 我還是分享一下 現在藥物跟這個疫苗的臨床試驗 我不會講得太深奧 首先我們從新聞報道上常常看到 有一些藥物正在臨床試驗 想要針對這個新冠病毒做這個治療 那有些已經大概看起來已經失敗了 那大家還有一些比較有希望 但是目前臨床試驗還在進行 就是瑞德西韋 Ramdesivir 那這個抗病毒的藥物 目前還不曉得結果 我希望能夠有幫助 那最近有一個比較夯的話題 在法國有一個試驗 它是用奎寧這個藥加上日酥 你聽過嗎 很多小朋友沒將近會吃紅梅素的藥 日酥 很多媽媽都知道日酥吧 奎寧加日酥 然後頭雨在病人身上 發現它的病毒量下降的特別快 畫面上綠色這條線 那沒有用藥的病人 它的病毒量就下降的比較慢這樣 大家看到很興奮 你看光看那個曲線 哇 就覺得充滿了希望 不過我還是要教大家一個冷水 就是病毒量下降 跟病人變好 畢竟還是沒有什麼關係 我知道你們可能說 怎麼會呢 病毒量下降 病人當然就比較容易康復啊 理論上是如此 但實際上不一定 而且奎寧這個藥 已經放過我們醫界太多吃鴿子了 過去好多研究都說奎寧有效 對這個病毒有效 對那個病毒有效 在實驗室都有效 所以奎寧這個常常放羊的孩子 我們對他還是充滿了疑慮 Anyway 我只是想要提醒大家 在這樣的一個很初步的臨床試驗下 不要隨便去藥局買日書 或是去藥局買奎寧來自己吃 外國就有人因為這樣 跑去藥局買奎寧 結果他沒有死於新冠肺炎 他死於奎寧的副作用 千萬不要自己當醫生 也不要逼醫生開這些藥給你 因為目前還沒有醫療 真正的證據顯示 這樣的藥 對新冠肺炎的病人是有效的 至於疫苗的臨床試驗時間就會拉得更久 你可能會想說疫苗怎麼難呢 就把那病毒弄死啊 打到人身上就OK啦 以前那個疫苗之父沾納不是這樣搞的嗎 沒有那麼簡單齁 大家在市面上看到所有的疫苗 都是經過屢次的失敗最後出來的傑作 很多失敗的疫苗我們充滿了期待 最後就GG了齁 GG的原因有很多 第一個就是我們要先求不傷身 再求療效嘛對不對 你疫苗打到身上 新冠病毒都還沒有來 你就先副作用很大 然後就死掉了 這個原則上不是我們所能夠忍受的 第二個就是 有些疫苗很恐怖喔 他打到人身上之後啊 看起來沒事 得到新冠病毒的時候 他死得更慘 有疫苗打了以後 得到病之後會更嚴重的 有沒有經歷 有 而且很不幸的齁 之前SARS疫苗的某一個動物實驗 就曾經發生過 所以SARS曾經有過這種不好的經驗 新的這個SARS-CoV-2 就是二代的SARS的病毒 我們就不能再犯同樣的錯誤 所以這個安全性的評估 其實是要經過一段時間 你才可以看到的 這是絕對不可隨隨便便來的 那假設我們今天這個安全性的疑慮 已經排除了 但這個疫苗打到人身上 至少還是要保護力啊 譬如說他打到老人身上 結果發現老人的抵抗力不夠好 所以他沒有辦法保護自己 不得到新冠病毒 那這個疫苗也沒有效果 所以那個效果的評估 又要很長一段時間 會不會評估很長一段時間之後 病毒就變異了 就這個舊的疫苗 沒效又要換新的疫苗 也是有可能 所以疫苗可能 如果用傳統的方法做 一年半至少18個月 已經很拼很拼了 不認為在一年半之內 這個疫苗有可能會上市 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 現在有很多 以前沒有用過的疫苗的技術 現在有一個臨床試驗的做法 是把這個病毒的一小段基因 打到人的身上 讓人的身上自己產生出 長得像病毒的蛋白質 那我們身體免疫系統就會打它 這種技術叫做 MRNA的疫苗 我們不用了解那麼多 總之這是一個新的技術 跟傳統的做法不同 但既然跟傳統做法不同 它的風險 或它的可預測性就更低了 但也許它可以快一點 希望如此 既然疫苗跟藥物都還要等 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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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等到民國幾年 所以我們還是可以先想想怎麼樣保護自己 不要被感染 那最後我今天這一段 如何保護自己不要被感染 病毒是針對所有呼吸道病毒都適用的 包括流感啊 包括其他的這種腺病毒等等 所以你們看到這種呼吸道病毒的傳染途徑 其實都分兩大類 第一大類就是飛沫 第二大類就是接觸傳染 飛沫的意思就是我今天打噴嚏有咳嗽 然後這個飛沫裡面帶著病毒飄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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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在沒有風的幫助之下 兩公尺內它就落地了 所以像我今天坐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錄影的這個攝影師離我非常遠 所以就算我現在打了一個大噴嚏 裡面有這個新冠病毒的顆粒 大概也飄到我前面兩公尺就落地 它是不會被我感染的 但如果待會他來整理這個桌子的時候 摸我的杯子 摸我這個桌上的東西 那他再去摸自己的口鼻 就有可能被傳染 所以我們要講 其實這些呼吸道病毒最防不勝防 是第二種叫做接觸傳染 它透過中間的無生物 讓你神不知鬼不覺 被摸到然後進到你身體裡面 病毒落在這種無生物的桌面上可以活多久 過去我的演講 我都大致上給大家一個數字 就是當病毒落在光滑的表面的時候 比如說門把啊 或水龍頭啊 玻璃桌啊 它的持續活性可以高達兩天以上 那如果是在不光滑的表面 比如說衛生紙或手啊 毛巾這些地方的話 那麼持續時間大概可以活15分鐘 甚至到一小時 所以這時間都夠久了 尤其如果在你的手上 這15分鐘到一小時之內 你去摸的每一個地方 都會留下病毒的痕跡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下一個人去摸就會中標 最近有一篇研究是 針對這一支新冠病毒 去看看它在無生物上可以活多久 那個數字就跟我剛剛講的很雷同 發現在塑膠的表面 光滑的塑膠表面 它可以活三天 那如果是在這個不鏽鋼的表面 光滑的不鏽鋼表面 它可以活兩天 如果在粗糙的後紙板 Cardboard後紙板上 它可以活一天 那如果在這個銅 傳統的醫院都用銅 去做這些門把或桌面 它是有道理的 因為在銅離子的作用下 這病毒很容易死 所以在銅的表面上面 它四小時就死 還是要四小時 那有一個比較可怕的 就是新聞常常會喜歡抓 危言手聽的嘛 剛剛講這些已經夠可怕 在這個研究裡面說 空氣中也可以抓到三小時 所以就有人新聞說 所以空氣中也是會傳染病毒的 我是不同意這件事情 空氣中飄散的病毒 有三小時內都還抓得到 對 可是你要吸到不容易啊 因為空氣很大嘛 所謂的空氣傳染就是 今天我在這個房間裡面 我咳嗽 我空氣中飄的這個病毒 會把房間裡所有人都感染一遍 我們可以從新冠病毒的研究都知道 房間裡不會每個人都得 他的傳染力就是 在上一集我有提到 這個病毒並不符合空氣傳染的定義 即便這個病毒在空氣中可以飄三小時 但真正危險還是在 塑膠的桌面 不鏽鋼的桌面 或是門把電梯的按鈕等等這些地方 所以怎麼樣能夠減少自己生病 就是要注意這些公共場合的衛生陷阱 那你們去賣場買東西也要注意啊 像那個購物的推車那個桿子有沒有 上一個人就推回去 你立刻就拿出來 那中間時間可能15分鐘都不到 搞不好5分鐘前就用過了 那上一個人手上有沒有病毒 你不曉得 所以在這些購物的推車上 我們都還是會用酒精 或是消毒物品先插過一遍 這樣你的小孩有些人坐在推車上 喜歡耶媽媽帶我這個騎車 那種感覺 他手上也會摸了很多病毒 餐廳啊或者是其他地方 我覺得媽媽用這個酒精 或消毒物品消毒環境 我覺得是很OK的 那當然勤洗手還是最重要 因為不管摸了什麼東西 你手上有病毒 只要你在摸口鼻之前有洗手 正確的洗手 那麼病毒就不會傳染給你 那洗手的七字訣 內外夾工大力丸 你知道是哪些地方嗎 是知道的人 表示你沒有參加我的12階洗手挑戰 對不對 趕快參加我們的12階洗手挑戰 跟你孩子玩一遍 那麼你就可以很明確知道 什麼是內外夾工大力丸 減少了接觸傳染之後 當然我們下一步就是避免我們有飛沫的傳染 再次強調 新冠病毒的症狀常常是輕症或無症狀 所以在公共場合戴口罩是為了保護別人 戴著口罩是一個禮貌 是一個讓身邊的人安心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想能戴就戴 可是如果小孩戴得很痛苦 實在戴不住一整天 那就真的就算了 為什麼理由在我上一個課程裡面 有跟大家解釋過了 那除此之外 如果你剛好想咳嗽或打噴嚏 結果你手邊又沒有口罩 怎麼辦呢 衛生紙就可以拿出來 把你的飛沫噴在衛生紙內 然後揉一揉丟掉洗手 這也是很有公德性的做法 不會傳染給別人 那如果你連衛生紙都沒有怎麼辦呢 我們都知道有一個咳嗽禮節 就是使用你的上臂的內側 遮住口鼻 這樣飛沫就會到處亂噴 這叫做吸血鬼式的這個咳嗽禮節 所以如果有做好上述 接觸傳染的預防動作 跟飛沫傳染的預防動作 表示你是一個很有公德性的人 你沒有把病毒傳給別人 那同時為了保護自己 我們希望你提升你自己的免疫力 那怎麼做呢 我們知道均衡健康的飲食 就可以讓你的免疫力提升 所以大家多吃青菜 多吃水果 多吃顴骨類的食物 還有不要吃零食 你知道每天吃這些人工添加物啊 反式脂肪啊 這些垃圾食物 只會讓你抵抗力一直往下降嘛 所以吃健康的食物 不要吃垃圾食物 還有一個讓你抵抗力提升最重要的 就是睡眠要足夠啊 睡飽吃好嘛 所以睡飽很重要 你如果每天熬夜 讓你抵抗力下降 得到病毒的時候 你就沒有足夠的戰鬥力去打敗它囉 另外一點就是維生素D 研究都告訴我們 維生素D不足的人 他對於病毒的抵抗力是下降的 而曬太陽就是得到維生素D最好的方法 如果你真的曬不到 每天都關在辦公室裡面 沒有辦法曬到太陽 那只好用口服的維他命D 但是天然曬出來的維他命D 效果一定是比口服的更好 既然都到外面曬太陽了 不如就走走路運動一下吧 促進新陳代謝 抵抗力也會提升 最後我要提醒大家 心情好抵抗力就好 所以說家裡的氣氛很不好啊 夫妻常吵架啊 麻床罵小孩啊 那你們抵抗力就會下降 這個是有科學研究的喔 我今天引用一下我自己 發表在期刊上面研究 我跟吃大的老師們合作 發現如果家裡面 較量的態度太過嚴厲 小朋友每天活在壓力之下 他得到中耳炎人機率就會上升 另外一個就是 媽媽如果心情不好 全家人烏雲慘淡 小孩得到中耳炎人機率會上升 證明了家庭的氣氛和樂 可以讓你的孩子抵抗力 變得更好一些 未來還是會有很多很多新的新聞 出現在網路上 我也跟大家特別提醒 怎麼樣去辨明 這個網路上的資訊是有用的 還是只是傳言而已 跟大家分享這五個W的建議 第一個W是問Who 誰寫的 如果沒有署名 或者署名是來源不明 那麼我們就不要相信這篇文章 就像前一陣子 有一個比爾蓋茲的文章 在LINE上面到處傳 最後比爾蓋茲還必須出來說明 那根本不是我寫的 當一個文章在LINE上面傳的時候 你就不要相信他了 因為我要知道 比爾蓋茲自己經營的網站 有沒有這篇文章 這才是重點對不對 Who很重要 誰寫的 值不值得信任 第二個是What 那這內容裡面 到底有沒有干貨 到底內容有沒有過度的虛幅跟誇大 告訴你說 今天我發現了一個特效藥 吃了這個藥之後 所有新冠病毒藥到病除 有可能嗎 這個What 內容顯然過度誇大 那就聽聽就好 不要再傳了 第三個是When 這個疫情 過去這幾個月來 哇醫學日新月異 有很多一個月兩個月前的說法 現在都不適用了 所以看看他發文的時間 看看後續有沒有update 有沒有更新 第四個是Where 這個文章裡面所敘述的內容 它引用的出處是哪裡 比如說有一個醫生說 我發現有一個藥可以治療新冠病毒 你就問這個醫生 他說的這句話 引用的出處是哪裡 如果只有他在說 那也許就不是真實 但如果說他背後 有告訴你說 我從這個研究 從那個研究告訴你的這個結論 那這個Where就很重要 因為這個必須要是有科學研究報告 所得出來的結論 第五個就是Why 有時候也靜下心來想一想 為什麼他要花這個時間 告訴我們這些訊息呢 如果他的出發點是一個正向的 希望安慰大家 希望大家在這個疫情當中 能夠有平靜的心 那我覺得這個出發點就很棒 那如果他的出發點就是恐嚇你啊 然後讓你去買他賣的東西 那可能就不是很OK 好的 所以這五個W Who What When Where Why 是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給大家做的 網路健康資訊 辨別 真 味的五個標準 希望大家以後 可以信首年來拿來用了 好 在這堂課最後再次強調我們的 防疫的精神 知緩愛 知識就是力量 在聽完這六堂課 你已經非常有知識了 緩 就是我們課程當中講的 懶貓防疫 要把貓的頭壓下來 不要讓靈波五的肝子掉下來 希望我們的病人增加速度越慢越好 讓醫療的動能 能夠保持照顧好我們每一個人的健康 而愛 就是不要再為了恐懼 為了焦慮 為了自私而防疫 而是為了愛 為了關懷 為了讓身邊的人都能過得更好 而努力持續的防疫 這是希望我能夠帶給大家最美好的祝福 如果你有更多的問題 都可以在我影片下方留言 也歡迎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還有分享給你身邊所有 對新冠病毒有興趣的親朋好友 下次再見囉 拜拜